县府文化局日前举办纸上风华 资予文学的对话主题展宣传会 因防疫之故也同步透过线上直播的方式 让未到场的民众在家也能观看活动状况 活动中也邀请造职专家张峰吉教授专题演讲 盼借此活动 让大家认识台湾公子以及南投子业的发展 今天是文化局办理纸张纸写的活动 对于纸真的是有相当高深的意义 比方说你有很好的书法技术 如果没有再美好的宣传的话 也没有展示书法写的亮丽 再审视我们的文化局办的活动能够速速顺利 先业员那一学表示 现在科技时代来临 减少大家对于纸张以及笔的接触 纸张的文化也渐渐没落 也感谢文化局的重视 期盼藉由此活动 这项传统记忆文化能够永续传承 我们知道科技时代的进步 慢慢取代我们纸张与笔的一个接触 所以纸张的文化渐渐示威之后 我们南投县政府非常重视传统记忆文化 所以今天的这一场纸与文学的对话 我想可以勾起我们的记忆 同时更了解我们整个过去的纸张历史的脉络 让我们能够更懂得珍惜 尤其是新冠肺炎这段期间 阻隔了人与人的接触 但是纸与文学的对话 却是阻断不了我们笔尖所要传达的意境 我们期盼这个记者会让更多的乡亲了解 让我们的文化得以传承跟永续 先云渐则则指出 纸张的制造过去在本县普里镇 是相当有名的一厢产业 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能够让大家对于本县职业发展 有更沉入的认识 纸上风华 纸与文学的创作 惠中也邀请到了张凤吉张教授 来跟我们讲解 介绍 宣纸跟纸制造的这个过程 那他也是我们国内首区一纸 非常有名的 凤随宣 宣纸的这个制造发明者 我想这样子对于我们所有的民众来讲 对于纸的制造可以进一步的了解 尤其过去我们这个纸的制造 在我们南投县 在普里镇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产业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历史文化的了解 对我们南投在地的产业 大家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也欢迎在展览的期间 一起来观看我们关于纸上风华的相关展览 县府文化局举办此活动 除了让大家了解台湾手工纸 以及南投职业发展外 更透过多位作家的笔下文采 展开一场词与文学的对话 而展期至9月26日子 也欢迎民众前往观赏 记得中文郡南投采访报道